肝损伤的症状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圈 喜严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肝损伤本身不作为一个疾病的诊断 它是我们在分析肝脏的受损的状态 所给予一个名词 那么肝损伤它的表现会是什么呢 这和我们肝脏的功能就有关系了 我刚才说肝脏的功能有好几种 它可以合成这些营养物质 合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 另外还可以合成非常重要的能量 所以如果肝脏损伤的这一部分患者 它出现一个临床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 就会出现乏力 能量没有了会出现乏力 蛋白会低 蛋白低下来我们就会出现一些 相应的水肿啊 浮水啊这一系列的一个症状 除此之外还会有黄胆 如果肝工受损 胆汁排泌不畅的情况 病人会出现黄胆 可以表现为皮肤黄 眼睛黄 这个在临床上很多病人可能都见到过 除此之外呢 肝脏损伤它的这个损伤的程度 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肝工检查的这个结果 以及相应的影像学的检查来综合评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隆 由您的时间 和声监工检查